这是北山梅婆村 两个松乳菇 前几天我在这里发现了 摘了几个大的 好大的 但是今天来找几个小的 真漂亮 一瓶啊 这个还有个 小扣子 这个圈 有点小木 不行 好漂亮 最好的时候 慢一点 这是玫瑰色丁菇 它是一种寄生菌 它寄生在棉盖乳牛肝丁旁边 这个也是玫瑰色丁菇 玫瑰色丁菇 它是寄生在盐盖乳牛肝丁的周边 好漂亮 好漂亮 这个玫瑰好干净 好漂亮 这两个 应该是最漂亮的两朵了 看 哎呀 哎呀 好漂亮 像这种木屋两边如果有松树的松树林的地方 就有可能有蘑菇 有松树菇和棉盖乳牛肝菌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很多地方都被别人拥过了 还不错哟 这已经满了 看看这个蘑菇圈 这是我们上次来留的小果 上面看了 密密麻麻 看到没有 这里 还有这里 你看 在北山找蘑菇 要么就是找不到 要么就是找了一片 就是有一篮子 你看我这一窝就是一篮子捡的 然后我在这边在副驾 住着拐杖 到处找到处找 他说他找了一大片一大片 我们去看看 来过来你没看见呢 还真是的 其实副驾的眼力劲比我更厉害 从这里开始一直往下 因为他这里有个自然的沟 下雨的话 他比较积水潮湿 一直到下面有几十堆 开菜 这里有一朵半生的玫瑰蛇冰菇吧 对 这个最好了 这个好好吃 昨天吃了吗 前天吃了 咦 这不是 不是吗 这是好像红果水 小的就留在这里 嗯 这个别动啊 不要了 有了湿 嗯 不要去动它 一动了它就不长了 都还没长出来 又没下雨 这个就是雨水冲刷自然形成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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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里面都是的 是 这有非常多 这个也不要摘 这个留的 这一堆可以摘 好干净 这个是老呢 有个圈 还没长大 看得见 这里有个这么大的 看见长成花卷一样 今天发现最大的一个 还蛮好 没吃虫 草虫里面的鸡腰子 云南比较多 这种 本来我还有一个窝点的 富家不能去了 我们就收工了 确实也装不下了 就去附近的那个新云村 去看看那个田里的四包菇出来面 放不香吧 对 这个只有东北才这样产不过 想不到就是我们 想不到就是我们湖南的北山 居然这么丰富 去年这个田里面 满地都是双包菇 但是我们现在今年来看一下 一个都没有啊 好奇怪 去年这个时候 这里全是莫菇 去年就没有了 没有了就回家喽 到这儿了 去年还有 在家里面 看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